嗨 大家好 我們這禮拜的電玩夫錄軟了 錄軟了 外面準備一次狂風暴雨 好可怕 大家知道這禮拜最重要的就是東京暗展 沒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節目這禮拜應該是來不及 所以沒有什麼那個 內容 不是啦 東西下禮拜才會有 但是現在最可怕的就是 我們今天是禮拜二 現在錄完之後是禮拜二 那我是明天要出發 禮拜三出發 我不知道這個節目播出之後我人在哪裡 搞不好還在機場 還沒飛出去 你去那邊然後東京暗展結束 應該就是那個颱風就走了吧 後面還有一個颱風 還有一個颱風 沒那麼快他說有 有那麼多颱風啊 好可怕 18號凌晨2點的時候目標會撞到日本的九州 是假的 是撞日本欸 對 哇好可怕 去不知道能不能去 回來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好可怕 好可怕 那就是 今天下午了 下午有一個 下午 下午有一場PS的線上發表會 發表了很多他們這次要在展覽 要展的東西 還有新的開頭這樣子 毫不意外 無雙 情依會是什麼 對 我們是無雙明星大亂大會串 還是 總而言之就是那樣 我也抽起來了 無雙STARS 對對對 很有趣 我覺得這是 真的是毫不意外 終於來了 大家等很久 煉金無雙終於要來了 這是很酷欸 它那個練習術士的畫風跟那些 就我很喜歡玩的那個系列 就是你本來是調藥然後RPG那個 對對對 上場揍人 好詭異喔 很酷 它就是一樣就是把它丟到那個裡面去 好詭異喔 他們白天代工的喔 白天那邊製作的 因為不是代工他們製作的 但是比較可怕的是他們2018年才有出 對 可是看起來我覺得看起來真的很蠻不錯的 2018 看起來是3A大多 就是再等一年 好自己在那邊碎碎念 那我要講一個 其實我 我昨天是在臉書上面看到 但是我不知道跟東京電玩仔有沒有關係 金色琴弦啊 它要出手遊欸 應該算有關係 有關係嗎 現場應該會 Demo一下 現場應該會 有一個活動公佈 或是影女遊戲那邊就有 啊 應該沒有那麼快啦 因為影女遊戲很感動是可以玩東西 他們整個公底都在影男遊戲中那邊講一下 我覺得應該會 因為今天都 現在都講了 那可能現場它應該會有個 排一個時間 可能就是 就是講一下啦 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消息 應該是酷的 這個也好期待喔 這個也好期待喔 對啊 非常的酷 突然這一年就變成金色琴弦 那個金色琴弦的始終Pace 對 下禮拜就知道我們會接受 對下禮拜就知道 下禮拜就知道 後哥到底回不回得來 下禮拜就知道 後哥到底回不回得來 好緊張 我就很煩欸 在機場那邊等 如果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就等好幾個小時 對啊 沒關係啊 就這樣子吧 是那大家記得 準時收看這個禮拜的電玩瘋啦 沒錯 好 就這樣好 拜拜 Jubi 拜拜 拜拜